我想聊一下我的一个深度学习的一个入门经历 我的深度学习的话主要是通过一门课 这门课是斯坦福大学的CS231N 我主要是通过他入门的 我第一次了解到这个课是在2017年 当时我翻墙 然后在YouTube上找到这门课 然后以极其快的速度把它给看了一遍 大概就是每天看两三节课 然后大概一周到两周把整个课刷了一遍 然后通过这样子快速刷一遍 我对深度学习DNNCNNRNN有一个初步的了解 但是光是看课不去 光是看课其实效果是很有限的 如果说你想 你只是想对深度学习有一个了解 对他进展有一个了解 然后他能干什么 并不太需要自己去实现什么东西的话 我觉得你把课看一遍就可以了 这就大概就是我当时的一个程度 大概就是对他大致有个了解的程度 你如果说只看课的话 然后我跟这门课的第二次经历是在2019年的时候 那会我刚来美国 然后我选了我们系的一门课叫Deep Learning 然后这门课的话是用的CS231N的PPT和它的一个客人作业 然后所以说当时通过我后来选的这门课 我又把CS231N的作业给做了一遍 然后通过把作业做了一遍之后 我觉得我才真正的对Deep Learning 有一个比较深刻的一个体验了 这门课的作业大概会 这门课的作业大概是这个样子 它会让你去从最基本的开始 去自己去相当于编写一个深度学习的库 然后最后的话会最后一部分作业的话 是会让你用一些TensorFlow或者PyTorch的框架 再去做一些比较fancy的东西 然后的话 通过这门课 我对深度学如何去实现一个深度学习的框架 有比较了解 所以说以后再用PyTorch和TensorFlow的时候 我就不会把它当一个黑匣子 而是把它当一个自己完全懂的一个东西去用 这样子的话你就不会对各种深度学习的框架 把它当黑匣子来用了 然后你对它比较有一个掌控感 这也有利于以后你去自己提出自己的一个深度学习框架 深度学习方法 以及和自己领域去信一个结合 你都有比较清晰而深刻的一个了解了 知道该怎么做 也知道它的局限性 这大概就是我的一个深度学习经历 然后 那我先来讲一下 具体在网上如何去寻找到CS231N这一门课 首先我们 CS231N这门课你可以在YouTube里面很轻松的找到 然后 其实你可以看得到 这里有很多版本的CS231N 我觉得每一个版本的都挺好的 你可以任意选其中一个版本 去进行学习 然后其实我觉得另一件事情更为关键的就是 你去完成它的作业 你可以去 收到CS231N的作业 你可以看得到这里有它的很多的作业 你可以去搜 然后去进行完成 至于答案的话 你可以去在搜索的时候后面加个Solutions 很多人会去分享它做了这个作业之后的一个答案 你可以去跟他们对一对 我来讲一下当你决定入手决定入门这一门课的时候 你需要些什么 这门课大概需要哪些部分 哪些基础知识才能够开展的下去 我来介绍一下这门课你大概需要的哪些东西吧 这门课你可能需要高等数学 特别是多变量微积分的一个知识 然后线性怠数的知识 以及Python的一个知识 我这里会提供一些链接 我觉得而且我自己听过我自己用过的一些资料 我觉得他们挺好的 对于这三块的话 我觉得是可以 如果说你当前对多变量微积分线 例如说Python其中一个不熟的话 我觉得你可以点进去看 你可以通过我的分享去补下这些知识 因为这些东西是我看过的 我觉得非常好在这里推荐给大家 第一个就是MIT的多变量微积分课 对高等数学的一个回顾 你看一看对高等数学回顾还是挺有好处的 第二个也是MIT的一个公开课程 是线性怠数 这个课是一个大牛 线性怠数大牛讲的英文课 我觉得大家也可以好好看一看 然后Python入门的话 我推荐了 我有如下几个推荐 一个是中文的 一个是英文的 你们都可以去了解 去了解了解看一看 我觉得你要是你可以通过这三个链接 去把分别哪一块不熟 先补一补再去看这个CLS 231N 因为它确实对一些这种基础 还是有一定要求的 然后最后重要的事情说三遍 CLS 231N我觉得作业比视频更重要 一定要把作业给写了 只有写完作业你才会对深度学习框架有一个 自己的一个认知 以后再用到TensorFlow和PyTorch的时候 不会不至于把它当一个黑匣子来做 然后最后的话 我当你在写这个CLS 231N作业的时候 我推荐你 最后它有两个版本可以让你选TensorFlow版本的作业和PyTorch的版本的作业 我推荐你选PyTorch版本的作业 因为TensorFlow版本的作业 我觉得是从入门到放弃 虽然说我用了很多TensorFlow 但目前来讲我依然觉得TensorFlow我用的不是很顺